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有这样的信息给我们 主啊我相信这是你 让我们听到的 你让我们明白的主啊在年底的 这个日子让我们从约伯的身上 可以看到主 我们不论在任何的苦难 当中任何的环境当中 任何的疾病当中主啊让我们对你 有一颗单单的心来依靠你 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是 从前奉纬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主因为你的大能你的创造 你的奇妙是人无法测度的 主啊我们有你我们还怕什么 主啊任何艰难险阻 任何人生的低谷主啊 你都有你看顾有你带领 我们就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 完完全全的仰望主啊顺服你 在你的全名之下主啊 因为你是大能的勇大能的神 主啊我们有你还怕什么 还担心什么呢主啊 你也让我们在路德在以斯帖 身上看到了顺服主啊 看到了两种道路的选择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 在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选择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眼光正确的看见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把自己 任何的心思意念 主啊不属于你的完全的除掉 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来归向你 单单的仰望你 寻求你 主啊这是你所喜悦的 主啊谢谢你 讲在年底的时候 讲这样宝贵的信息 给到我们 主啊你就要为了兼顾我们的心 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持守到底 主啊一直跟随到底 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主 主啊你是从苦到尽 从永远到永远的神 主啊我们跟你 有你我们真好 感谢赞美你 主谢谢你这样奇妙的带领 让我们每一天 让我们这些蒙福的儿女 在这个特别的时期 在这个疫情的时期 你将我们保护这好好的 主啊让我们没有偏离 让我们没有离弃 没有灰心 没有丧胆 主啊谢谢你这样的保爱我们 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的蒙福 我们真的是不配 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看中我们 虽然我们不配 但是主 你将我们当作你眼中的同人一样保护 感谢你 我们何等的幸福 何等的喜乐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主啊感谢你 主啊我们的老师 也在美国期间 主啊这样的平安 事情办得这么的顺利 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的老师 也这样的看顾 主啊谢谢你垂听了我们的呼吸 我们的祷告 主啊还有我们老师继续 在美国的时间 主啊最后的几天 也完完全全的交托 主啊不论他走到哪里 主啊你他同在 主啊你帮助他 你点灭他 主啊你让他们的家 主啊有你的爱在里面 主啊让他们彼此相爱 主啊你就将和睦的灵 和一的灵 放在他们家中 主啊让他们的家 成为见证主的家庭 主啊成为荣耀主的家庭 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师母 交投给你 主啊你在我们的师母心中动工 主啊你若开启 没有人不知道 主啊你就开启师母的心 主啊感谢你 赞美你 你也让他儿女蒙福 让他儿女不管是学业上面 还工作上面 主啊你都赐补给他们 感谢你 你就在他们的心中 在他们前面 做那带领引导的工作 感谢赞美你 祝耶稣 谢谢你 我们这个平台 聚集的时间交托给你 主啊当我们学习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同感一灵 同盟造就 主啊让我们分享的弟兄和姐妹 他们的话语是从你而来的 主啊感谢你 你也让更多的人 能够聚集 能够来到我们这里 虽然我们不见面 我们没有见过面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但是我们同有一位圣灵 我们同感圣灵 同有一灵 主啊所感 主啊我们心中 真的是无比的亲近 真的主啊 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 谢谢你这样的保守我们 主啊以下分享的时间 主啊完完全全的向你交托 求主你让我们的网络 顺畅 主啊让我们能够在 听的和讲的 主啊都能够清清楚楚 明白主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 主谢谢你 让我们在年底的这个时间 主啊能够抽出时间来 来思想主你的恩典 和和在明年 主啊你对我们的带领和启示 主啊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 以上的不完全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祈求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下面把时间交给保罗弟兄 好 可以听到我这边的声音吗 听得到很清楚 感谢先生 我把那个打开 昨天威尔森弟兄提醒我说 我这边分享的屏幕只很小 因为我就是因为上面全是经文 事实上讲如果弟兄姐妹 如果是手中有圣经的 比如说这时候方便可以拿着圣经就可以 我们基本上后面会跟着圣经往后面走 然后呢 其实那个投影呢 就是在圣经的旁边做了一些注解 然后就事实上讲 我先是在书上 在自己的整本的圣经书上有了很多的注解 然后一部分又在电脑上做了注解 所以那个字看得很小 因为我们平时在讲道或者分享主日学 因为我们在主日学 所以基本上是一种主题式的分享 那跟我们这样的学习是不太一样的 那主题式的分享可能是集中一个主题 然后有一些的主题的呼应的经文 主题的延伸 最后生活的应用 到了我们这个最后再回到圣经 那我们这种查经式的学习 就是整卷书 整卷书的这种学习呢 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就干脆就主要看圣经 手上如果有圣经的就直接看圣经 我们就是一起来学习 我也是在重新再回顾 在来温习阅博记的时候 才重新有了看见 才然后就是才有了一种怎么说呢 才有新的开启 以前就是经常是一带而过 觉得反正我们就是那种阅博的感受 所以再次来认真真正的学习的时候 这种查经式的学习的时候呢 或者这种带有一定的 像林老师带我们都有一定的 神学框架的这种学习 甚至有一些这种眼睛 仔细的眼睛的这种学习 那对我们的帮助是很不一样的 和我们就会说我想我们如果是参加主日聚会 那如果说只是主日聚会的话 我说夸张一点的 距十年可能也没有我们这样的 带领老师这种带领下 这样一卷一卷的认认真正的 这种的整个贯穿圣经的前后文的 这样的来仔细的学习神的话语 这两种收获方式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好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继续我们昨天在一起的学习 我们共同一起来学习 在那边的天父 主啊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再次愿意谦卑下来 再次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 主啊真的是说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信就信了好多年 十多年甚至二十年 就是主啊当我们再次回转 来到你 说为我们开启启示的话语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真的愿意再次一个认真的态度来学习的时候 我们发现真的我们按我们所应当知道的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还不够知道 让我们所应当认识的 我们还不够认识 今天主要无论是你借着约伯记 还是借着路德记 求主圣经亲自的开启我们 借着我们这些卑微无用的小子 和孩子在你面前 愿意摆上 愿意来学习的这个心 求主 使我们再次被你的话语的引导 更多明白神你的心意 看见你的作为 思想我们的人生 好我们快跑跟随你 好好回转 快跑跟随你 谢谢主 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真的生命的道路上 由主你的保守看顾和带领 引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昨天我们 是没有开视频的 没有开视频的是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 我们在国内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海外的弟兄姐妹可以自由的发挥发表 我们觉得就是多做一点生根建造的 多做一点这种的 这种面对面的实在在的 就是这种线下的这种的 栽培门徒的工作 这是我觉得以后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因为可能到了今天三月份之后的话 明天三月份 2.22年三月份之后的话 那这方面就管理得更紧了 那我们就说 就像今天我们这张赞美诗一样 就是今天这张赞美诗我其实很出动 说实在就是我们愿主加征我们减少 我们也真的不需要在任何时候把自己一定是摆在人前 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 可能更容易在我们中国的这种环境做成一些实实在在的功夫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然后今天这种赞美诗也很出动 我也是我常常在主面前的安慰得鼓励的 就是说就是诸所拿走的东西 他以自己来代替 诸所拿去的东西 他以自己来代替 所以不管怎样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 都会有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 哪怕小孩子都会有 有时候觉得他很看重的东西 偏偏就没有 是吧 那我相信从小到大 从少到老 多多少少有自己看重的 一步一步的被在神的这种的 让我们的经历当中在历练我们的生命 好 我们回到圣经 然后我还是共享出来 然后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保罗弟兄你让他全凭 就可以了 昨天约伯记总共有42章 那如果按照我们这样一章一章的 这样慢慢的往后走 肯定是做过五节课 在五堂的这种分享 我们在共同学习当中 肯定是学不完 那我的思路是这样 因为整本约伯记的故事 就是他所记载的这个史实 也是我们可以用说一个故事 最好在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基本上就可以说 把约伯的事情 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有多么惨 是怎样经历的 有多么的这种的悲伤 多么的哀痛 基本上可以阐述出来 那整个从第四章 一直到41章 到这个 我把我直接翻开申请 一直到这个41章呢 是经历了四个朋友 其实刚开始是三个朋友 这三个朋友之间的 轮流的这种的 轮番的对话 那么这个对话 就像我们平时 去一个弟兄姐妹家 家里遇到一些情况 然后我们在一起 这样的安慰交流 那么实际上讲 说话的内容呢 会很多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 逐字逐句的 去研究他们说话内容 但是我们可以 把这些人物之间 对话的很关键的 那每个人的 他的这种的动机 出发点 他的属灵背景 和他的看见 以及他辅导的方式 那么带来的果效 那么比如说 从以利法 索法 比利达 这三个人 到后面呢 再有一个以利户出现 最后是神 亲自 终于向约伯 说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看到 约伯的生命 经历 在一个极其的悲伤 经历到这样一个 就是 差点再次的 就是 那种的 就是被记录 跌倒 甚至就是那种 在神面前 就完全释放开来 就完全的 有这种 倾诉 甚至有 有这种反驳 一直要跟神 要进 就非要跟神 面对面的 说话 那种状态 那本身在 第一章之后 你看到约伯斯 不以口犯罪 这也不以神为 欲望的 那么在这两三个 朋友的辅导下 我认为这个辅导 是大 可以是 我们还是说是辅导吧 不要大 冒号引号 就这种辅导下 变得就是 好像是 差点 是越来越 甚至说 我非一定要跟 全能者面对面 但是最后 这个时候 片面出现了一个 以利户 这个以利户 它没有 在前面三章 是没有记载 这个以利户的 在后面出现 这个以利户 是在我 以前 在读这个月博记的时候 会觉得说 哎呀 怎么他们吵来吵去的 本来安慰的 搞成这种吵去架来了 然后 也没觉得 以利户有多么独特 后来发现 在仔细的学习的时候 发现这个以利户 它很摸着神的心意 在它几张的这种 跟约伯的这种 交流和沟通之后 约伯就基本收身了 因为它摸着的约伯的心 而且把约伯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 这个时候 就好像 我们 为在帮 在扶导一个弟兄姐妹 在帮助一个弟兄姐妹 安慰她的时候 把她 就是感受到她的感受 摸到她的痛处 体续到她的感受的时候 把她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时候 她就可以跟神 面对面了 变成了就是 当约伯再次愿意 来跟神 面对面的时候 神 进入到她生命里面 对她亲自说话 让她生命实现了 一个巨大的反转 好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前三章 把它稍微把它过一遍 仔细地过一遍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细致和一个比较 有一个背书 就是我们有了一个 合乎圣经的一个苦难观 因为我们看约伯 这个真是一个十全十美的 一个这样的人 第一章第二的三节话是 你看 第一节是说 他完全政治敬畏神 远离恶死 第二节说 他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有七千羊 三千骆驼 五百对六 五百对牧女 你看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 都是十全十美的 就是完全政治敬畏神 远离恶死 那我们以前读约伯记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种感觉说 约伯记 约伯他自以为义 一般来讲 他哪儿没有罪 肯定也是有罪 对不对 我们都形成这种定型 实际上讲 这也是我们作为 也是我们的一种惯性 我们有点像 他这里面三个朋友 只不过呢 这里面涉及到 这么多几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 在某种阶段的时候 我们或像其中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或像某一个人 或像某一个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 自己经历像约伯 有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 在帮助朋友的时候 像这个 他的三个朋友 以利法和彼得达说法 那我们继续往后走看看 你看 第一次的天庭会议的时候 在这个 约伯记一章 六到 八节的时候 神的种子 来这个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撒旦也来 我们发现在第二章 也是这样说 也是这样说 就是 神的种子来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 这就奇怪 有些时候在天上的这种 天庭会议 当然在 在旧约时代 那个时候 耶稣基督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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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来 那 这种 天庭的会议 神的众使者 在聚集的时候 有撒旦的事 有这个 撒旦也来 那么神对他 这种问题 从哪里来呢 这个 我相信 既带着一种的 或许是一种的 责问 或者是一种的责问 或者是一种的 比较 一种 一种 一种的 就是 不悦 并不希望看到他 在其中 或者说 那 同样 我们在地上的聚会 也是这样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神的使者 在地上的使者 那也就是我们 的聚集 说实在的 有时候是 神儿女的 这些 众使者的 这些聚集 有时候呢 可能也有 撒旦也来的 这个我们是 可以去经历的 我今天这样说 不一定 弟兄姐妹是 会认同 或者说 我现在有经历的 弟兄姐妹 会慢慢会感受到 可能也是这样 在地上的聚集 有时候也是这样 那你看 这个撒旦 说的这种 他说 他说 第一章第九节说 约伯 竟为神 岂师无故呢 那么当然 他是说 因为 你四面 围上篱笆 第十节说 你四面围上篱笆 护卫他的家 并他一些所有的 他手所做的 都蒙你赐福 家产也多 好像就是在说 这个约伯 他能服侍你 敬畏你 你看他那么的 富贵尊荣 以及我的东方位 自大 儿女又多 家产也多 那人当然服侍你呢 我们不知道 丁姐妹有些时候 我们想想 我们有没有听到过 这样的话 类似这样的话 就是说 他们 服侍神 都是你们信主的 因为你们 都已经赚够了 对不对 你们都有钱人 对不对 帮你举的例子 那些都是 你看家庭背景 很好的了 你看你们的牧师 都是很有钱 都是他没说 吃饱了 撑着才会服侍神 什么都蒙神 祝福了 当然来服侍神 我们的牧师 我们教会的牧师 是很富有尊重的一个牧师 资产 真的应该是 以前我想他应该是 很富有的 过亿的资产都有 那我们身边也会听到 这样的事情 他那么富有了 肯定是在服侍神 我们天天 我们还在老虎当中 喂两餐 我们那么艰难 所以我们没来服侍神 好像听起来 跟这撒旦说的话 有点像 但是很 我就想跟大家说 我们的牧者 在前 也就四十多岁 在前 在服侍神之后 就生了一个病 是一个cancer 然后是长在背部 痛了大概有 他服侍了 大概不到二十年 然后大概就十多年 在这个病痛当中 然后在 就是应该是两三个月前 已经去世了 在病痛 他才四十多岁 不到五十岁 好 我相信这个时候 有这种说话的声音的 压扣 无言 他到最后一刻 都是敬畏生的 就跟这个约伯的经历 是很相似 好 我们在 同样我们有时候 会听到一些反面的话 他们信主的人 这些地干达 他们都是穷戏哈哈的 又不是生病的 要不就是很艰难 才来信主 我们现在好得很 我们不需要神 有时候我在想 这种声音 刚好是 这个撒旦说的话的 另外一种声音 总而言之就是 对那个不想来认识神 抵挡神 又想我们这些人 远离神的那样的人 或者说那样的灵 总会说这样的话 撒旦的意思就是 希望人 最后不要来认识神 远离神 好 我们再看到 约伯在第一章的 十三到二十二节 他经历了这个 十八人 从天上降下来的火 加了底人 还有狂风的 从旷野挂来 把他的这个财产 留养 房屋 儿女全部夺去了 然后约伯很痛的 很这个非常悲伤的 在二十节说 撕裂外袍 剃了头发 腹部在地上 说我是赤身 出于母 他也赤身归归 可见约伯在这个时候 还是 还是在这样一个 大灾难面前 这样一个艰难面前 他并没有以口舌犯罪 也不以神为欲望 我觉得 我们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不如 已经很宝贵了 我觉得约伯能做到这样 已经很宝贵 求主饶恕 有时候我们以前读圣经 真的觉得约伯也是 它也是自以为义 所以也是因罪受法 所以我们感谢神 昨天在第一节 在第一次的分享 我们在昨天在一起的学习里面 我们先就树立了一个 圣经苦难的 至少八种的观点 我们可以列列快速回复 有报应的观 有管教的观 有恩典观 验证观 他罪的观 奥秘观 戴罪观 或者莫斯观 这些都是背后 都会有苦难的方式来呈现 那很显然 这我们是带着一种报应观 或者说这三个朋友 是带着报应观 我现在静下心的思想 我就想说 约伯如果能活成 这样一个属神的生命 完全政治敬畏神 一切都附着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够持守神的话 我觉得是已经非常 真的是一个非常 是一个真的是接近完全人 虽然没有一个完全人 因为还是要靠神得完全 我们也知道 只有靠基督的补足 才能够得完全 那我想说 哪怕在这样一情形之下 我们的仇敌 实际上还不甘心 所以有了第二章天庭 第二次的天庭的会议 那本来神的众司的 第一节说 第二章第一节说 又有一天 又有一天 神的众子来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和华问撒的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往而来 耶和华又问撒旦说 你神用心查看 我的仆人约伯利 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政治敬畏神 愿力饿死 你虽激动我攻击他 无故地毁灭他 他仍然持守他的存证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 人一皮带皮 情愿拾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你却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 他必当面弃掉你 耶和华对撒旦说 他在你的手中 只要存留他的身 存留他的性命 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击打约伯 他从脚掌到头领掌独床 约伯就坐在颅灰中 用瓦片刮身体 约伯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 在这一切的事实上 还是没有犯罪 但他妻子在旁边这样说 你运然持守你的存证吗 你气掉神死了吧 约伯却对他的妻子说 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 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 也不受祸吗 在这一切的事实上 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所以真的 我们跟随神 要时刻要警醒 真的要警醒 好 我们进到第二章的新闻 看你们看到下面 他不能动吗 好 到这儿能动 对了 那么我们继续看 到下面说 约伯记第二章十一节说 约伯的三个朋友 三个朋友 提曼人李立法 苏牙人彼勒达 南麻人索罚 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 临到他身上 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 为他悲伤 安慰他 他们举目远远的观看 认不出他来 就放声大哭 个人撕裂外跑 把尘土扬起来 落在自己的口上 他们就通他 七天七夜坐在地上 一个也不向他说句话 因为他极其痛苦 那真的求主饶恕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 对圣经里面这些人物 有时候也以我们个人的 成见和偏颇的认知 来看待他们 比如说约伯 我们认为他是 自以为义 所以遭罚 但是怎么 遍约伯去读完了 认真的学习 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我们看到三个朋友 李立法 彼勒达 说法 我们呢 比如说这几个 这几个朋友 说实在的 你看都搞得吵起来了 这哪像什么朋友 但是我们仔细来看 有些时候 我们真的像他们三个人 其中的一个人 或像伊利法 或像彼勒达 或像索伯 暂且不说我们有时候像约伯 像约伯的经历总会过去 我们也不希望 常常像约伯 那是很苦的 你看这三个朋友 首先我们知道约伯是乌斯蒂的人 吴斯蒂是外邦 不是是以色列的 他是 也是 可以说明就是一个 在外邦 外邦人里面 一个敬畏神的人 那这个提曼人 以义法 苏亚人 彼得达和喇玛人说法 这三个 提曼 苏亚和 这个喇玛 这几个 也是 也是外邦人 那 这三个朋友来 听说这个灾祸 在约伯身上发生的时候 是为他悲伤的安慰 是约会同来 就像我们平时约 这个弟兄姐妹说 哎呀 谁家说 朋友在出状况 我们去看望一下他 你看他远远的局目 看见 任不出来就放声大哭 这几个朋友 说实在讲 还是蛮够意思的 远远看见 就放声大哭 个人撕裂外跑 把程度扬起来 落在自己的头上 你看这种 这种真是与哀哭的人 也是同哀哭了 可以这么说 真的是还是非常重情 重义 而且是对约伯 还是很用心 很关心他 而且他们是 连同他七天七夜 坐在地上 他一个人 也不像他说句话 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许呢 这就是他们 那个时候 也在一种悲动里面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许呢 是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他 或许呢 就是他们 这些东方人 当时安慰人的时候 就这样一种传统 最好不要说 他们就是这种 这也是他们 这个扶持人的 陪伴朋友的一种智慧 因为看到他极其痛苦 我就回想 在我们生活里面 前一段时间 我深圳的一个朋友 他的孩子 十七岁 高中生 当然不是很 不是 不是关系很密切的 是我在 在实际 十多年前的一个 一个导师 他那时候嘲笑我 他说 加龙 保罗 你还在 你这种个性 这么强势 还在教会里面混 我的孩子 是在教会里面出生的 知道吗 现在就他那个时候 是教导我们一种课程 他已经教导的课程 是已经不是属神的课程 我当时呢 就是 我实际上讲 还是很敬重他 但是我不喜欢他 教导一声东西 结果前大概一个礼拜 就突然传来个噩耗 就是我们这个朋友圈里 告诉我 他的孩子 在深圳那个什么学校 是跳楼了 没有了 我们就想约会 约了几个朋友 要去看望他 那种感觉说 实在也是很难受 我心里想 他这个孩子 是在教会生的 他肯定也是基督徒 他多多少少 他知道神的命 他从我们中间出去了 远离了 但是最后呢 却他 曾经夸口的 曾经堪为宝贵的孩子 就这样就走了 还有前段时间 也是大概一个多星期前 我们的一个很要好的弟兄 是我们一个很 也是很看重的 当然他当一段时间 他也远离神了 去其他地方 他太太的抓神 抓得很近 那么我们就在挽留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跟他 保持很好的关系 结果他这个 上个月回来的时候呢 怎么突然就说生病了 突然就说没有 我当时呢 跟我太太就 没有约其他人 也像这三个朋友一样 就约回去 去他家看望他 结果刚没出两句 对方就生气了 他说难道你就是 还要我再掉下眼泪来吗 难道你说还要我这哭泣 我说怎么可能 这么就没有了呢 我们觉得很难理解 我说前一段时间 都好好的呀 只是说生病了 住个院了 哪有这么严重呢 我们去的时候呢 也差点吵起来 我没有吵起来 但是对方很生气 我当时就跪下来 我就在那里 就急着头祷告 我觉得说 可能我们真的是 这个时候没有 用一个智慧的方式 来倾听 来 来 来就是说 去感受他的感受 去同意他的感受 去按照他的需要 做什么 做点什么 而不是说 他说这个时候 是好奇的时候吗 哇很生气 真的是 本来很好的朋友 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也就是这大概是 两三个星期前的事情 我们才办完最四礼拜 所以我在想 就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 我觉得主啊 有时候我们 跟这个以利法 彼得达和说法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这个以利法 在服事人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的状态 来安慰约伯 然后 他为什么会 激起约伯 那么多的这种的 还有这个 这个彼得达 那他的言论里面 他的看见里面 他的服事里面 是 是什么一个情形 为什么导致约伯 那么多的反弹 还有说法 甚至最后几句话说了 约伯干脆不想说话 干脆直接是不想说话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进入到第三章 这个时候三个朋友 没有 没有说话 陪伴他 约伯呢 他呢 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 他说 愿生我的那日 说怀的蓝胎的那夜 灭没 愿那日变为黑暗 愿神从气上不再寻找 愿亮光不照于气上 愿黑暗和死因 索取那日 愿密云停在气上 愿日时恐吓他 愿那夜又按被夺取 不在年中的日子中同乐 也不如月中的书 愿那夜没有生意 那期间也没有欢乐的生意 愿那咒诅的日子 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 愿那历明的清宿 变为黑暗 盼亮却不亮 也不得早晨的光烈 因为没有把 怀我的台门的关闭 也没有将患难 对我的言隐藏 我为何不出母父而死 为何不出母父弃绝 为何有习接受我 为何由来抚养我 不然我就早早地躺我安睡了 然后后面还说了 说了好多 受患难的人 为何有光吃给他 二十节说 他们怯望死 却不得死 求死 就胜于求隐藏的珍宝 二十二节说 他们寻求坟墓 寻建坟墓 就找到坟墓就快乐 极其开心 而人的道路既然隐藏 神有把我四面围困 我的未曾吃饭 就发出叹息 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 我所恐惧地临到我身 我所惧怕地引我而来 我不得安逸 不得平静 不得安息 却又患难来到 一个极其悲痛的人 他咒诅自己 这一段呢 被称为 被称为 这个 约伯的哀歌 可能在他的心里面 说宁愿这一切的灾祸 在我自己的身上 也不要在我儿女的身上 我们看到一个父亲 他这个时候那种 何等的痛心 他宁愿说 我如果经这么大的患难 我还不如不活在世上 我宁愿这个时候去死 宁愿死 他觉得这些生命是充满的叹息 充满的哀恨 不得安逸 不得平静 也不得安息 也不得安逸 其实约伯在这个时候 能够发出这种哀歌 我们知道约伯记呢 它是 它是这个 被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 我们以前读这个约伯记 觉得奇怪 约伯记怎么是诗歌智慧书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分类 在这个里面呢 圣经被 这样学者们 被这些前辈书里面 前辈分类的时候 可能是有原因的 我想 我们昨天在第一节里面讲到 苦难的议题是一个普世性的 它超越了地域 种族 文化 社会 宗教和信仰 我们也讲到了说 这个世界各样的学问 都在研究苦难的 这起因和它解决的方案 或者说 要知道苦难的原有是什么 我们昨天从 儒家 这个儒家 道家 这个佛家 伊斯兰 到这个世上的哲学 以及到这个 我们很多 还有一些 我们基督徒的一些观点 最后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通过圣经的书里 然后 跟我们打下来一个 我们相信是 吻合圣经的苦难观 也就是 至少有八种观念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 我看就这么说 对 前面的这个 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昨天是详细的讲述了 我把那些内容都删掉了 然后就拉到后面去 然后只留下了 这个一点点 这个内容 就是有报应观 有管教观 有恩典观 有时候苦难是神的 是神的报应 有时候苦难是神的管教 有时候苦难是神的恩典 有时候苦难是神的试炼 有时候苦难 是神的奥秘 有时候苦难 是神的 是因为 代罪的原因 你要知道 还在幕后 还有 还有这个 大的苦难 有时候苦难是因为他人的罪 我们也讲过 昨天我们也讲过 有时候是甚至与罪无关的 真的求主 再次的流转我们的心 流转我们的眼 使我们在未来面对 我们教会的弟兄 我们身边的亲人 弟兄姐妹 和教会的 那些牧者长者等等 他们经历患难 经历不容易的时候 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那个报应观里面 说你一定有罪 你这个肯定是神的管教 就是这么两点 忽略的合乎圣经 对苦难的观点 还有其他的 我们知道尼克胡哲 生下来的眉头眉脚 却成了全世界这么有影响力的 布道家 尼克胡哲 我们大家都看过 也听过他的一些分享 这是为了神的荣耀 在新约里面 耶稣专门讲说 那个生来是瞎眼的 既不是他父亲犯的罪 也不是因为他犯的罪 那是因为神的荣耀 在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还有特别是他罪 有些时候 不是因为我们的罪 埃及的那些孩子 在以色列寄居埃及 那些孩子被杀 那是因为 是因为什么 埃及法老的罪 孩子们是无辜的 不要说 这个世界一发生灾难 然后死了很多人 他们是因为有罪 我记得在《神约》里面 某一处记载就说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我们更有罪吗 其实里面有很多 很无辜的人 但是这个 我们昨天讲到 难处的级别 我们说困难 艰难 这个 到了后面是什么 这个苦难 还有灾难 那这个背后 一定有属神的美意 昨天我们也做了详解 我们今天就不再解释这一块 也不再分享这一块 总言之 就是求主流转我们 当约伯发出 这样的哀叹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用一个什么样的 如果这个时候 神把我们量在 这样一个人的身边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和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用什么样的眼光 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扶持他 能够同理他的感受 能够 能够 让他明白 那个背后属神的作为 心意 然后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让他自己面对神 在整个约伯纪 我们发现 最后的以利 那个叫以利护 以利护 是很有这方面的智慧的 以前我对这个以利护 我是在约伯记 三十二章 对以利护 也是蛮有看 就是有一种偏颇的看见 这以利护 他一上来 就对三个老人家 开始说的是很有礼貌 因为你们连长 我让步 但是他上来就生气 我们看那个约伯 看以利护 三十二章说 于是 因为这三个人说话 没话说了 因为于是这三个人 因约伯自以为义 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 这个布希兰人 拉拦出巴拉加的儿子 以利护 向约伯发怒 我一看 我说这个家伙 一上来就发怒 不得了 因为约伯自以为义 不以神为义 他又向 这个 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 发怒 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 乃以约伯为有罪 所以那个以利护 我当时觉得说 这个家伙 年轻气盛 血气方刚 上来就对 但不客气 说话好像还是说 尊重老年人 但是呢 昨天 这几天时间 我在预备约伯去的时候 我仔细 就说当然 我是结合了很多 这些属灵长者 他们的 包括林老师教导的 还有这个华神的一些 老师的课程 然后还有很多这些讲道 就发现这个以利护啊 他是很有福祉的恩赐的 他那个很有福祉的恩赐 那不像这个 提曼人以利法 也不像这个苏亚人彼得达 和喇嘛人所法 那 他这前面这三个人 到底 为什么会福祉约伯 到一个地步 大家干起仗来呢 最后吵起来呢 我们可以后面 逐章逐节的来看 然后我们会跳跃式的看 因为42章经文呢 我们要用 要用 要用 五堂课 五堂的这种学习时间 把它弄 弄完的话 那是跨度比较大的 所以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 我们中间会把它 这些 这种交流的特征 把它挖出来 然后我们大家用来看它 那到了约伯纪 第四章 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老先生 他应该是最年长的一位 他忍不住了 他就出来说话 好 那至于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等一下一一再来探究 一一再来学习 总言之呢 在约伯发出这样苦难的哀嚎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来有一个可听的耳朵 去感受他的感受 去感受他的痛苦 去为他做点什么 跟他擦擦伤啦 跟他端点吃的啦 搂着他啦 继续倾听他诉说啦 他想骂就骂 想哭就哭啦 对不对 他如果 他如果甚至那个时候 觉得神不公义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点缓冲的机会 我们相信神的心是大的 可是呢 我们看到 这个提曼人乙利法老先生呢 他是一个属灵的长者 应该是还是蛮有属灵的认识 看见的 他的一个话呢 就慢慢开始记录了约伯 那我们 回到我们刚刚这个旁边看到 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约伯机会放在诗歌智慧书里面 我的领受是这样 就是说个人领受 觉得他就像一个经历患难和不容易的人 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遇到了患难 我们去服侍他的时候 所遇到的那种挑战的 哇 就是 哀痛的人 那种很艰难的人来读这本书 很大安慰 那个服侍人的那种感觉 那个在那种的那种挫败和这种毛 这种问题里面的时候 找到共鸣 就是 这就是说 他被 我相信他被放在这个智慧 诗歌书里面的 一个 起码 对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 我们知道诗篇的是 就讲了一个人和神关系很正常的那种的 那种的那种那种的一个状态 真言呢是讲这种日常的这种很正常 这种很平常的大自然的日常生活的 他这个传道书呢 是是那个所罗门 他什么都有了 他他他他他他他这复刻敌果 什么都不缺了 但是呢 虚空的虚空 觉得凡事都是虚空 是一个 这个 在阐述这种 这种 传道书 产出这种生活的这种无常 那约伯记是一个特例 就这个不是 首先啊 很 这都是真的是 很感谢神 有这些这些 属灵的长者啊 比如说华神的这个 五宪章博士 还有我们的林老师林博士 他给我们讲解了一遍又一遍 我们才有这些看见 就是说 这个约伯记是个常例 它是一个反常的一个状态 不是说我们人人能够承受 或者说我们人人配得 这么大的灾难的 我常常在主面说 主啊 你别告诉我 我真的没这么大信心 有的弟兄姐妹 刚信主的时候 主啊 来来来 我怎么样 我要经历更大的信心 我要经历 哪怕是让我怎么样都愿意 我在旁边 我一直 哎呀 我没那么大的信心 这样子 没那么大信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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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弟兄姐妹 他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他信心也很好啊 就是说 哪怕就是让我经历多大的患难 我都默默忍受啊 我说你不要说多大的患难啊 就让你稍微经济上面艰难 那么一点点 就让你稍微 可能只是一点点的那种 睡不着觉 就是一天睡不着 两天睡不着 我让你一个星期睡不着 你可能就已经不是这个状态了 只是说可能让你身上 有一点点小小的疾病 就让你接着痛 再痛 再痛 你可能就受不了了 比方说经历约伯 这么大的事件 更何况说约伯是这样一个 在神眼中完全正直 敬畏神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真的 求主怜悯我们在神面前 不敢夸口 任何时候都不敢夸口 所以约伯就是个反常 它是一个特例 是神特别的拣选 而且是在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整本 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讲过 约伯就是最早的一卷书 它这个事情应该是在 发生在列祖时代 因为我们也已经佐证了很多事 确实是列祖时代的 它是比那个摩西五经 还要早的一卷书 那么这样一个特例 被神拣选记载下来 就放在这里 让我们可以读到 我们充满感恩 当然后面还有 这个智慧四个书 第五卷是说雅各书 那是非常的亲密 这个神 当人跟神的关系 恢复到一个极其亲密的地步 就如同男女的恋爱 夫妻的关系 这样的亲密 所以当有了这种 跟神这样的一个 真的一种亲密的时候 恢复的正常了之后 就能够面对这种 真言书里面所说的 各种平常传导书里面的 无常和约伯纪 这种极大的反常 我还是祷告求主 让我们不要经历太多的反常 我们很软弱 我知道我很软弱 但是我们相信 我们靠着我们的神的恩典 是绝对可以往前走 那我们刚刚看到 在第二次的天庭会议的时候 这个撒旦也在 第一次天庭会议的撒旦也来了 都是这个家伙在后面 在那些众死者面前 也在神面前 说这样的一些 控告神的儿女 神的这些这样的话 那么神我相信 祂是对祂自己 也对祂的儿女 对祂所拣选的人 我相信祂相信 就是说有这样足够的信心 是我们可以承受的 相信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患难 或者说一个小小的艰难 或者说一个苦难 或者说甚至是一次的灾难之后 我们能够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恼恋 恼恋就不至于 恼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一定可以让仇敌蒙羞退后 也好让神自己和祂的儿女 也就是我们一同得生 一同得荣耀 所以这个苦难的背后 往往有属灵的征战 往往有属灵征战 撒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弃绝 就是在这个约伯记里面 是要约伯弃绝神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是要我们远离神 我相信神允许这样的苦难 艰难困难 允许困难艰难 苦难灾难 临到我们 一定有它这个背后的美意 那么同时 第四点就是 这个苦难可以检视 我们这个生命的 真实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好像 困难苦难艰难灾难 就好像一种 好像火烧过一样 要知道哪些工程 生命的工程是草木和节 哪些是金银宝石 稍稍一个逼迫一来 好多人就开始不敢信主了 或者就隐藏起来了 我们可以很智慧 可以灵巧像蛇 训练像鸽子 但是呢 那我们里面的信心 是绝对不可以 因此退后的 稍微一点点的这种 一点点这个想要的 这个东西没有得着 就觉得这个神 怎么靠不住 稍微经历一点点挫折 就觉得这个神 怎么会帮助我 我尊这求祝联名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 真的是有时候 真的是 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有的时候 神允许 困难 艰难 还有到苦难 灾难 都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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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很有意思 这个越严厉的出境 它是 那个神越来越重 刚开始是平音 后面是第四声 所以我们要特别留心 我们不要中了 撒旦的轨迹 不要中了撒旦轨迹 以弗所说六章十节说 我们还有末了的话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就是我们要靠着主 依靠祂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真的 当我们基督徒里面 我们经历久了 我们知道 魔鬼撒旦 也是真实的 当我们的神胜过 胜过 耶稣基督胜过 那是靠着 我们属神的儿女 靠着耶稣基督 靠着神的羔羊 靠着祂保险 也是胜过祂的 这一点有情形 我常跟人说 我们在外邦的朋友当中 传福音的时候 有时候一说 我就留意他 什么时候可以切入 这个话题的时候 有朋友就谈到什么鬼 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就说 我们认识神的人 就不怕鬼 人有神就不怕鬼 第六点就是 我们要小心 不要错怪了上帝 不要错怪了神 不要发生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 这又是神 要不说 神你怎么允 神你怎么让我这样子 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 稍微属灵一点 成熟一点 神你怎么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是 有时候说来说去 就是对神的慈爱 神的公义 神的怜悯 神的爱 神的这种圣洁 神的这种各种属性 认识不够 所以属说 认识神 并他所拆了的 耶稣基督 这就是用神 我们真的如果认识他 就不会错怪他 当然 也不要全怪傻蛋 有时候说 哎呀 又是傻蛋搞的鬼 又是傻蛋 又是傻蛋 这都是比较 有时候我们要警醒的 来在神面前安静 主啊 这件事情发生 你知道 你掌权 切有你的美意 你要让我学什么功课呢 你不要是全怪自己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恨不得就是说 死了算了 对吧 真的是 最后信主 信到就是那么一个生命 越来越萎缩 越来越退步 而不是刚强壮单 因为神期待我们 是能够刚强壮单 你看约伯 在经历这么大的艰难的时候 这么大的患难的时候 发出这样的哀叹的时候 他接受了 他的这个时候 儿女是没有了 他本来有弟兄姐妹的 约伯是有弟兄姐妹的 在第42章 这个时候好像也没看到 我也在祷告说 祝啊 他的弟兄姐妹 这是在哪呢 我们暂且不要去 评论说弟兄姐妹 是不是说 这个时候还不如 这个属灵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 总言之 我相信他的弟兄姐妹 是很爱他 很关心他的 因为后来的42章 我们看到 他的弟兄姐妹 都回到来祝福他 还拿那个金银给他 对不对 我相信是很爱他的 但是我们作为 教会的这些孩子们 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发现 这些属灵的这些家人 有时候似乎 在某些时候 比自己的 亲生的那些弟兄姐妹 父母 好像还亲 当然这个 这个是 在历练我们生命的一个过程 神借着我们的教会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 操练彼此相爱 彼此饶恕 然后把这种爱流露出去 在我们的儿女 父母 弟兄姐妹 在朋友之间 开始 大家有了这个 就爱心的流露出去 因为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 后是和平 温量柔神 多结善果 我们有了这些知识 在新约里面 有一处也记载说 我们有了信心 要加上德行 有德行要加上知识 有的知识 要加上什么呢 节制 有的节制 要加上忍耐 有的忍耐 要加上什么呢 要加上前进 有的前进 什么都有了 像约伯一样 都很好了 都很前进了 应该怎么呢 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我们看到这里的约伯 他无论是跟儿女的关系 跟朋友的关系 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 还有他自己的 这些清楚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都是很融洽的 很好 而且我们在后面 在三十几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约伯 他字述里面的时候 讲到他 他实际上讲是 周济身边的人 关怀贫穷的 他是一个大善人 大好人 大富翁 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 连这几个三个朋友 来的时候 你看这个状态 我们如果真的是 哪天遇到点困难的时候 有几个朋友 拿下了撕裂衣服 尘土羊的身上 如果哀嚎 如果痛哭 甚至在到七天七夜 陪着你不说一句话 我们觉得这个很够朋友了 很够意思了 可是在这后面 我们从第四章会看到 这三个朋友 在服侍 在那种交流当中 最后却闹得差点的那种 就是一种感觉 直插没决裂的 直插没翻脸了 所以到底问题是在哪里呢 我们明天 后天 我们继续来一章 叫一段一段的来 来剖析 来分享 我们也来求神 光照我们的生命 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 是不是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摸着神的心意 是不是也常常容易跟弟兄姐妹定罪 这个是报应 是不是也是有时候就觉得说 这个是能够说不错的 就是管教了 求主联名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此爱联名的天父 满有恩典的耶稣基督 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谢谢你 你说我们在世上活着 我们会有苦难 但是我们要相信你已经胜过了苦难 胜过了这个世界 主啊 无论是困难 是苦难 是艰难 就在你在新约的时候 也跟我们说 借着你的使徒保罗 跟我们说 真的他 让他本身自己生命的经历 也让我们看到许多的这种 他经历许多的艰难 我们进神的国 本人要会经历许多的艰难 还是我们真的是 主啊 有的时候 因着各样的原因 经历一些苦难 或是甚至这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界 遇到了灾难 主啊 我们都仰望你 回转归向你 求主耶联名我们 主啊 加天智慧能力 加天聪明智慧给我们 主啊 让我们真的是 在这个世代 为你而活着的时候 为你做建制的时候 能成为这个世代的盐 和世代的光 主啊 那坐在死因 那个黑暗 死因幽地的那些人们 能够看见这光 主啊 在那生活淡而无味的人里面 能够伤到盐 主啊 我们也求你 使我们 当我们身边的朋友 亲人 弟兄姐妹 遇到这种苦难 患难的时候 我们能带去受神的安慰 能够体续他们的感受 并把他们带到主 你的面前 让主你亲自地安慰他 因为你才是生命的源头 安慰的源头 医治的源头 主我们谢谢你 主啊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从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昌美姐妹 谢谢